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沒有我跟你講喔 這個就是這樣啦 大家就明言 就明著講嘛 他有他說 沒有啦我跟你講啦 這件事情就是這樣啦 沒有我跟你講啦 這件事情就是這樣 這個大家就明著講 來來來請問這一段話 有沒有任何的重點 我什麼都沒聽到 沒關係我們繼續聽他講 繼續聽他講 其實政黨的合作 本來就有各個層面啦 從政策上喔 從基本政策 一直到總統選舉 立委選舉 甚至在選舉以後 立法院院長副院長 各個委員會召集的選舉 甚至到組閣 行政院組閣 甚至到 來 又來了 我真的 反正我昨天講過 我再講一遍 結果柯文哲今天又講一模一樣話 他說政黨合作有很多項目啊 有政策啊 請問你沒有執政要有什麼政策 請問你沒有執政要有什麼政策 沒有執政要有什麼政策 你政府沒有辦法拿到 你沒有辦法拿到執政權 你要什麼政策 夢裡有政策喔 用夢到的喔做夢喔 他說立法院黨團 立委合作 朱立倫有沒有跟他談過 有嘛 談完了嘛 啊 啊主閣有沒有談過 有嘛 朱立倫跟你談完了嘛 不然你現在 這個敢不敢 開中民意說 朱主席說謊 我根本沒有跟他談 啊 朱立倫不是跟你講 我都跟你談完了嗎 啊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就是在避免討論 總統候選的問題嘛 各位 現在已經10月26號了 11月20號登記 然後前面都討論完了 然後到現在跟我講說 沒有啦 政黨的作者都是形態 那你柯文哲就大幫的講 我不要侯友宜 好不好 你這樣講我就說你男子漢 我respect你 我男子漢 好不好 日後你知道 各個議題的這種合作 所以坦白講喔 現在我發現 我們在跟 國民黨方面喔 其實各個層面的 這種合作應該都沒有問題 現在唯一的爭議 大概就剩下 總統選舉 那 今天總統選舉 不敢活哥配 其實我們也尊重 國民黨的意見啦 今天唯一的問題是 比賽規則嘛 其實我們非常清楚嘛 今天國民黨就是用一個 一看就知道 不公平的比賽方式來 逼迫我們要接受 就只有這樣 各位 你知道什麼叫科學嗎 科學就是 柯文哲說的算 請問 來 你舉例的出來 我就佩譜你 民眾黨在藍白河談判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退過任何一步 我們知道國民黨有嘛 副手也退了嘛 民調各辦也退了嘛 對不對 藍白會之前也退了嘛 退了三次嘛 來 你真的講得出來 我佩服你啦 民眾黨有沒有浪步任何一步啦 啊 叫怎麼有拔我們贏的啦 我們贏的叫誰不會拔啊 我的輸我就沒了啦 誰比較阿霸啊 誰比較野蠻 今天民眾黨沒有地方派系組織 是國民黨的錯 啊這個全天下政黨哪一個沒有地方派系組織 你跟我講 啊就你自己沒有啊 未來我跟你講我真的很想問柯文哲一個問題 所以你覺得未來總統大選不需要用到地方派系組織是不是 不然為什麼現在不需要測試 為什麼不需要比較 民眾黨未來都不要用到地方派系組織嗎 民眾黨從來沒有辦過造勢場合嗎 你沒有報過戰事活動 你民眾黨沒有辦過造勢活動 不用都不用地方派系組織 還是你整個想要吃肉人的 肉人幫你穿 幫你穿就好 錢幫你開 人幫你找 你自己去吃就好 這樣 什麼叫不公平 現實就是不公平的啦 開什麼玩笑啊 總統大選就是需要用到地方派系的動能嘛 哪一個總統大選不需要 哪一個總統大選沒有動員 什麼叫不公平 現實就是不公平 只比民調才叫做半家加九嘛 你要跟賴清德講說賴清德你這個不公平 你為我批雙 你為什麼可以動員 你應該不要跟我比選舉 我們不要來投票了 我們大家來比民調就好了 比民調就不會浪費錢了 比民調最省錢 我們比民調來決定誰是總統 好不好 我們總統大選比民調就好了 不是 比民調決定總統最省錢的 不會浪費國家公堂 也不會不公平 最公平了 好不好 可以啊 那我們就比民調就好了 以後你去跟賴清德講說我們比民調 不然不公平 對不對 來來來不然好 來啦我現在一句原話送給柯文哲 不然你給大家算你也不會贏 國民黨全部抽腿啊 你民眾黨自己去選啊 會議 開玩笑了啦 吃人家豆腐 開什麼玩笑啊 來我們繼續聽 你今天如果說比全民調 那要怎麼 要怎麼 我們還是 尊重國民黨的意見 這沒問題 來來來來 好 柯文哲終於被逼到讓步了 柯文哲終於讓步了 來這時候我要替他講公道話 柯文哲現在的意思是說 他的Over 說好你國民黨既然這樣講 那我們來比全民調 但是全民調比完之後 就柯喉喉柯照你講的 好這個柯文哲讓步囉 柯文哲讓步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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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我當時跟那個郭台銘董事長講的話 比賽規 在我們參加比賽之前 而且至少比賽規則講清楚 至少這比賽規則是雙方都同意的 對不對 你今天就拿一個不同意的比賽規則 那強迫說 就是你的問題 這個我們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不公平的 哎呀反正柯文哲就說 沒有照我的方法都不公平 對不對 各位啊不是啊 你還要去各辦嘛 你不要各辦你講三七啊 那請問一下 從頭到尾現在都照你的意思走啊 那誰誰霸凌誰 誰情緒誰情緒勒索 我想柯文哲這個 向來做法還是要情緒勒索 為什麼 因為今天如果這個國民黨跟民進黨 根本就沒有什麼柯文哲的事情 當年國民黨大勝 如果柯文哲沒有出來的話 國民黨民進黨這樣子 一對一對決 搞不好還有得拚 對不對 但是柯文哲自己跳出來了吧 跳出來之後為什麼國民黨要跟他合 為什麼國民黨在意他 因為不是因為柯文哲很可怕 是因為柯文哲會害大家一起死 所以柯文哲跟郭台銘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反正我就跟你 不讓我當政的 我就用我柯郭沛對不對 來威脅你 反正最後呢大家一起輸 我無所謂 國民黨只怕這件事情而已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叫做勒索 因為柯郭沛不會贏嘛 沒有國民黨的幫忙柯郭沛根本不會贏嘛 我敢保證啦 你今天沒有國民黨的幫忙 就算國民黨不選 柯郭沛也不會贏賴心得啦 國民黨所有資源動能全部抽腿嘛 你柯郭沛你要拚什麼 拍抖音 霸道總裁的傳說 柯郭沛就不會贏嘛 百分之一百嘛 柯郭沛唯一有可能贏的就是去吃國民黨豆腐 借用國民黨的資源 國民黨幫忙嘛 這道理太簡單了嘛 總統大選不是兒戲啊 總統大選跟所有選舉層次都不一樣啊 議員選舉你可以光靠空氣票在都會地區選上 但在鄉下地方相對來講就要組織派系 包括到里長系統上的經營 跟一些社會團體 立委選舉因為選區更大 所以他所需要的扎根跟運作更深 基本上沒有辦法只單靠空氣票當選立委 而總統選舉他更複雜的層次是 他必須南瓜在全台灣各個縣市的頭人 領袖了解知根知底 藉由他們一場一場的活動跟私下的運作拜訪 才有北中南甚至下轄到各個縣市到一個領頭人 比如說侯友宜為什麼要任命謝榮介當 組織發展部副主任 因為在台南這個區塊 只有他有辦法去運作 有辦法將票員給催出來 但請問柯文哲今天在全台灣各地有沒有任何一個人 沒有 所以你說柯文哲他要靠全台灣各地 只用空氣票贏過民進黨 天方夜談 郭台銘有嗎 也沒有 所以就算他們真的要選到底 他只有一種方法 就是吃人夠夠 軟頭親筋 說我要當政的 然後其他事情爛攤子 要叫國民黨去幫我收 說因為你立委要選啊 不然你立委選不上啊 用這種綁架的方式 叫他立委幫他去吹票 來 謝謝傑怡影 總共民黨自己選輸了 輸了總統立委過半 保住台灣的未來 謝謝 這個 傑怡影 抖內五百塊 非常感謝他 對不對 那我們繼續聽 各位 國民黨先前已經把所有東西都拿出來了 選票樣張 投開票地點 以及他們可以提供人力 只要願意在昨天答應 到11月20號之前 甚至11月5號 都來得及把這個東西給辦完 所以根本沒有來不及的問題 只有柯文哲拖到來不及的問題 只有柯文哲拖到來不及的問題 謝謝戴平山 董內三十塊 只有柯文哲拖到來不及的問題嘛 照你這種拖法 我跟你講辦民調也來不及啊 那我請問柯文哲 你不是說31號就daylight了嗎 請問現在25號半民調來得及嗎 三場辯論來得及嗎 對於來不及啊 你就是一直拖啊 中建侯永遠有沒有一直問 你可以丟出你的要的offer啊 你也沒有啊 就在那邊打馬虎眼啊 還不是說國民黨七拖八拖 就誰在七拖八拖 哇就是你自己七拖八拖啊 你們國民黨那邊 又幾個人是支持這種比賽方式 那我們現場是單民調嗎 我覺得這樣啦 如果 我也不希望說因為 個人的爭執去影響 整體啦 其實我跟你講喔 今天台灣超過60%的民意 甚至到65%的以上 是希望說 政黨輪替嘛 所以我也不希望說 一些個人上面的 兩個個人上面的問題去影響大局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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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兩個個人個人的問題 就是你的問題而已 你誤會了 從頭到尾就是你毛最多好不好 毛主席 既然說他要政黨協商 那就政黨協商可以啊 其實要政黨協商 沒有啦 一開始齁 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既然要合作就是 戰略目標是 在選舉獲勝嘛 達到政黨輪替的目標嘛 所以應該思考 邏輯思考是說 怎樣可以形成一個 最強的勝選組合 這是我當時的邏輯嘛 所以一開始我才講說 那這樣好了 贏的人當政 輸的那邊就提出 部首的人選 那當然可以再綜合考量 其實當時的著眼點就是說 能不能 有最大的彈性去組成一個 最強的組合 當然是這樣啦 我也知道 因為我那天去拜訪 黃金平院長以後 他也講一個態度 他說 有時候你要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 所以 我倒覺得這樣 就國民黨的角度的思考 侯友宜的角度也不一樣 所以結論是這樣 我也沒有說 一定怎樣 我只是希望說 這個 如果要合作 那目標就是勝選嘛 怎麼會說 所以我當時說 我的目標是勝選 但是看起來 侯友宜的目標只是 你是贏過柯文哲而已 但是 但是你重點是 你贏過柯文哲沒有用 欸各位 侯柯佩 柯侯佩就要贏過柯文哲 這不是兩個人攜手前進嗎 啊你堅持一直要自己當政的 然後副手要自己挑 這個不是才叫贏過侯而已嗎 我真的聽不懂他的邏輯耶 他邏輯到底是什麼 人家要侯柯佩 柯侯佩這個叫做說 我要贏過柯文哲 人家說我要當你的副手 這樣叫贏過柯文哲 然後你說我不要 我要自己當政的 而且副手的我來挑 然後這個叫做 追求最大勝選 然後你又在講韓國瑜 啊國民黨就提名了侯友宜 啊你不跟國民黨的 總統候選人合作 然後你跑去莫名其妙 要不要講一個韓國瑜 你要不要講宋楚瑜 啊 你要不要講馬英九 你乾脆把馬英九拉進來好不好 所以馬英九不錯 馬英九考慮一下 啊反正你都講那種 沒有可能的事情嘛 反正隨便大家做夢嘛 啊你要做夢的很好啊 那你就說啊 找老馬來 要不要馬英九也來 韓國瑜來納入考量 啊啊啊啊 你把張宗某也拿大進來好了 張宗某也拿進來 好不好 你喜歡誰都隨便你喊啊 啊人家都不會跟你配嘛 講那個不可能的事情 啊韓國瑜是會跟你配喔 啊人家塑膠喔 你說的叫人家來就來喔 你要圓得選舉才有用 邏輯是這樣啦 所以我當時說 我當時的態度是開放態度 當然是這樣啦 如果 郭友宜他有堅持 那我覺得就政黨協商 應該怎麼處理 老師沒問題喔 最後一題喔 仔細你認為科娃貝要說 科娃貝不是最強的組合嗎 如果是最強的組合 那就是政黨協商來處理嗎 沒有啦這個我覺得 這個是這樣啦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其實是這樣啦 如果問我的話 我沒有看到啦 作為一個科學家 其實 只要花一點錢做一個民調 其實一天就知道結果 但是我覺得 世界上也不 有時候沒有辦法百分之百按照理論做 所以我也覺得 不然就政黨協商 訴出政黨協商 大家也許 我還是相信 眾人的智慧會超越個人的智慧 所以不然就政黨協商好了 那協商的高層要當什麼 沒有啦一定是 我覺得這樣啦 我覺得 但是這樣啦 當然我跟助力人是主席對主席 但是在這個階段 你也不可能把佛友宜排除 這樣問題會更大 所以我覺得 最起碼我們三個人是 我們叫基本咖 對不對 那如果再看看 什麼時候安排 什麼時候安排比較好 什麼時候安排比較好 什麼時候安排比較好一點 那這個就雙方要先聯絡 謝謝大家 來我最後做一個結論 柯文哲現在什麼民調啦 什麼總統初選啊都沒有要 欸各位 這不是我馬後炮喔 你去掉一下資料袋 我在大概 10月初的時候就講 我說不管民主初選 不管全民調 最後都不會發生 這個都是兩黨在虛晃一招 好你就可以去掉袋子 看我是不是有事先講過這件事情 我就講這兩件事情都不可能發生 都來不及啊 而且我不只在一個節目上講 在很多節目上講過 所以現在柯文哲證實這件事情嘛 說好那我們現在不談這些了 我們大家來正常協商 我們來正常協商嘛 那剛剛最關鍵的是那個資深記者 問他的問題嘛 你覺得柯友柯友柯不是最強組合嗎 他先嘴角露出一個笑容 然後不以為然 所以你看這就是答案啊 他就不想要跟侯友宜合作啊 他就是在玩這一套啊 然後去想那個不可能的啊 那沒關係啦 那照柯文哲說法 你要做民調 把馬英九啦 張忠謀啦 你要不要把這個 沒關係啦 反正中華民國國籍 你喜歡誰全部都納進來 好不好 都來做嘛 都來做嘛 我跟你講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啊 你不用去做那種不可能的民調嘛 所以現在只要有一個人 跳出來講一句話就好了 被他點名到的人 比如說韓市長 直接出來說沒有 不可能 那你就不用做啦 就居啦 掰掰 就結束 難不成你要把錯怪給韓國瑜說 因為他不當你副手 造成藍白破局嘛 你敢嗎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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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快點購下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